之前官股方面可能就是包括了财政部或者是台营觉得 如果要换掉101董事长陈敏轩的位置的话 可能需要时间 因为要看看在这当中各个席次能不能够完全支持把陈敏轩换掉 如果换掉陈敏轩又是推谁上来是个问题 在这里面一连串的发展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开发金了 那么开发金的这个部分事实上今天他们的声明说 陈敏轩被解除台营官派法人董事跟101董作的职务 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句话说起来就让人觉得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虽然他不是台营的所谓官派董事 但是他是不是还能够作为101的董事长呢 在这里面可以说开发金今天下午也召开了整个秘密的内部的紧急会议 对于开发金来说董事权力即将重新布局 假如开发金有意要保住陈敏轩 那么蓝英立伟也表态恐怕开发金的董事长 凌晨一位置也不倒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中就形成了 现在开发金要注意 如果你现在要用很多的这样子的位置来保住陈敏轩的话 那凌晨一当时所谓的一亿元给陈水扁的政治现金 以及凌晨一他自己会不会被换掉 这是一个问题 公库出售撤换陈敏轩开发金董事 连带101董事恐怕也难保 开发金却对外表示 陈敏轩尽管解除台银官派法人代表董事 和101董事做职务没有必然关系 难不成陈敏轩的拒留有了转环空间 这是否意味着开发金在这场战局中也有自己的盘算 台湾娘是公股撤除了它自然丧失 可是开发金的林成一董事长或者是孤仲颖总经理 要不要派陈敏轩去101的话 他们如果拒绝改派一定会面对很强大的社会压力 从大局情势来分析 开发金此时根本没有必要公然与公股相抗衡 因为陈敏轩本身就是公股代表 先由台湾银行派遣担任开发金董事 再由旗下开发公营派遣去台北101担任法人代表 就是因为陈敏轩身为公股 因此财政部更有权力更换公股代表 就算陈敏轩想回头寻求开发金支持 恐怕也很难 因为目前来看开发金董事长林成一 从赵峰金派遣到开发金 一样是公股代表 林成一如果想保住陈敏轩 财政部照样有权决定两人的去留 如果说开发金拒绝撤换陈敏轩的101董事长职务 那对不起啦 那个开发金的董事长职务就会发生问题 这一回官股的如意算盘更高干 因为快速解除陈敏轩开发金董事 开发金不得不连带撤换 他在开发公营董事法人身份 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最后攸关的就是101董事长的去留 公股打的算盘也让陈敏轩无力招架成了困兽之斗 中天新闻旅家前任一方台北报道